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我是詹璇 今天星期五來關心 台北股市今天漲97點 說在9092點 監量的方大來到825億 好 日行請怎麼觀察跟分析 我們請到專家 萬通國際投顧的丁超老師 丁超老師好 璇璇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這樣子我們看到 大家說最近奧運又開幕了 然後看起來說 昨天晚上英國央行 如預期的宣布了降息 所以感覺熱錢出來了 今天台國又要攻到9100了 差一點點 差8點 怎麼這麼強啊 對啊 錢太多 因為連英國都要擴大寬鬆政策 而且七年來首度降息 英國不降息會倒 因為他們一直要脫歐 對 活該我之前講過了 因為沒有人會原諒他 因為他當初做一個假摔 不是兩天全世界損失的80兆嗎 那我們台灣那時候也被他害到 不是跌兩天嗎 很多投資朋友在8370幾點就賣掉了 就是前面那一摔 後來又8370幾點又跑到現在9100了 當然你說熱錢是不是因為英國降息才跑出來 他也這個是有一點關係 但是其實熱錢跑出來已經很久了 很久他只是又在加入讓錢更多更熱 沒錯 但是你注意看那個新台幣 我不是一直跟投資朋友講說 那個新台幣一直在升值你要注意 那個外資會進來會速度越來越快 對 因為所謂會進來 熱錢就是他進來以後 我們有一個12月的總裁 姓彭 他有規定說你進來 你必須要給我買台幣 那個股票 你不可以課訂存 不然你給他滾出去 他不是都一直警告嗎 歷史上以來從來沒有例外 所以外資進來的錢你注意看 他從美金進來或是日元進來 歐元進來 他要把它換成新台幣 所以才造成最近這個走勢嗎 換新台幣就是買新台幣的意思 那買新台幣 新台幣當然會升值 那他買新台幣幹嘛 就不能訂存啊 我已經講過他不能訂存 他要幹嘛 他好像一條路可以走而已 買股票 買股票 喔 今天外資又買了120億 買太少 要買1200億喔 買多 到底他為了要買多少 你問我 我真的不知道 但今天買120 可是在今天之前 他已經買了好多了 買好多點 那個對他們來講是小錢 他們的錢 我跟你講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按照世界比例來講 我們台灣按照規定 全世界只有1%的資金 可以投資台灣的股票而已 這是規定 MSCI規定 很少 你看之前不是MSCI說 亞太地區除了日本以外 新興市場我們占幾%對不對 其實那個算起來只有1% 只是外資現在買我們台灣的股票 你發現好像高達40%了對不對 那現在目前市值應該是已經到26、27兆了 因為這個要算一下 那裡面有40%是外資的 可是這些錢將近有10兆 也不過他們全世界之間裡面的1% 喔 那因為股票價格越漲 那他的權值會越來越增加 這是規定要一直加碼 只要越漲他會一直加碼 跌的話一直減碼 如果以後崩盤的話 你會發現外資會一直賣一直賣 那漲的時候他一直漲一直賣 所以今天買100多億顯然太少 所以下禮拜會買到 應該會讓投資朋友很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在今天早上年輕的時候 我就講過說 如果說投資朋友你一直要就放空的話 你可能禮拜六禮拜天會過得不太好 心情也不太好 而且你又看到你現在目前來講 一定要期待說美國今天晚上八點半公佈 失業率跟飛龍就業人口 又一次又一次的期待 很多做不買股票或是做空的 又一次一次希望能夠有壞消息 對不對 其實這種有沒有壞消息 這不是我們猜的 這些零零種種的公佈 包含英國的降息等等 包含之前的投歐等等 這些事件它是一次又一次來 它是例行性的公眾 那有時候會好有時候不好 但是如果說一個多頭 它是利空就會利空出境 或是利空淡的話 那如果是多頭的話 那漲勢會更加淋漓 那現在目前來講 收盤是已經高過了 從7月18號 我每天都在講這個 7月18號以來 第一次突破9000點的關卡 就是近期來講 那你九天點那天就已經9008 整理到目前為止 到今天大概就有三個禮拜時間 如果以週K線來講的話 就三個禮拜的時間 都是小小的上下幅度不大 170點 170點 那今天很多投資面 看空的人會說 老師今天這個成交量又不太夠 才800多億 是不是假突破 或者是週K線來講只有 現在算出來只有3700億 平均一天也不過才700多億 700多億的樣子 那你看他以為說 看起來好像是假的 好像是你看前面 四個禮拜以前 那時候成交量有 週成交量有4700億 但是這個禮拜只有3700億 那上個禮拜也有4100億 很顯然量是遞減的 可是價格是往上的 所以這個是量價背禮 對啊 一般人會這樣解釋對不對 對 其實是零的半銅稅 因為現在目前根本不會有量 我認為800億就是天量 就大量了 因為投資朋友沒辦法算 都沒辦法算 所以現在你目前的解讀 你不能只有看那個成交量 因為事實上真的 從七八千點上來以後 你有看過成交量 讓你很感動嗎 沒有啊 最多也是跑到1000億而已啊 那為什麼會一直漲一直漲上去呢 因為現在已經 我現在講的是一個趨勢 而不是講投資朋友 要不要來加入這個市場 因為這個市場 我們已經講過了 好像是為外資而開的嘛 為他們而準備的 那我們投資朋友每天都是 不知道在幹什麼嘛 當然最近大家都在關心這個謝書薇嘛 對不對 那到底什麼回事 我也聽了 我也聽了沒有 你了解嘛 所以剛才 不曉得誰問我說 你支持誰嘛 我說我支持楊帶康啊 他說不是問你這個啦 我是問你謝書薇跟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籃球什麼 網球協會 我說我不知道啦 什麼事情我怎麼知道啦 我說我只知道他好像不太高興這樣而已嘛 對不對 那你剛剛不是講說 什麼韓國去那邊廚師 去那邊吃飯 就是有人說 謝書薇這麼生氣的原因 是制度的問題 好像我們台灣的這個負責的人 沒有很照顧我們這些國手 那你看看其他國家的例子嘛 像日本人 日本人 對 還蓋一個溫泉村 溫泉 對 韓國人 就是把他們的主廚 廚師都帶去了 帶去了 煮菜 煮韓國菜給韓國選手吃 美國人煮韓國菜 你最喜歡的那個 對 美國籃球隊 駐航空母艦 駐郵輪 駐郵輪 包了一個豪華郵輪 而且床是KING SIZE的 KING SIZE 對 因為很高啊 那你什麼 那我們是準備什麼 準備便當 一人兩百萬 兩百萬 對 也不錯啊 嗯 兩百萬台幣給他們 對 很顯然太少 給這些國手 有人說太少 很顯然 我認為是太少 我們看來都很多了 但是我認為對一個運動員 你給他兩百萬有點寒酸 真的喔 真的 我跟你講 我看 對啊 我看 你看 常常看到那個 打棒球打籃球 那個年薪都靠著 四五億 那都算一億 用一億 都一億 那陳緯英就好了 陳緯英一千六百萬台幣 就是五億 那個是萬宗選一 才出來的運動員 不是每一個人想要打網球 就可以打 不是嗎 是 你今天可以那麼的強盛 那麼的厲害 那是萬宗選一挑出來的 最優秀的人才可以當 這個我也不知道 不曉得也不是體育部門 其實聽說不到一百億 那錢都開去的我不知道 你一點八兆 我們都有講說一點八兆 怎麼一百億是沒有一點八兆的百分之一 我們竟然這個國家說他強盛 竟然體育這麼不重視 我講到這裡就生氣 對不對 當然我這個跟股票是沒有關係 我回到 回省 但是你剛剛說強盛的國家體育都要好 你看過哪一個國家體育不好 你包含北韓 都會讓他們全新發展 北韓的話他體育也這麼好 哪一個體育不好 你看過哪一個強盛國家體育不好 沒有 那我們 我是講真的 哪一個體育不好 以前我們台灣 台灣不是說台灣四小龍嗎 我這樣剛外面才跟那個妹妹在家講 我說我們台灣四小龍 以前叫四小龍 現在台灣變幹狗龍 因為人家新加坡五萬二 香港四萬二 我們也個二 兩萬二 那 而且還是台幣生殖才有兩萬二 如果台幣貶值還沒有兩萬二 那韓國兩萬八 我就不該說 我是說這股票就蓋就好了 我說這周K線漲了一百零八點 剛才講成家人不夠對不對 成家人不夠是今天 這個禮拜不夠 但是有規定說禮拜一不能放亮嗎 有沒有人打電話跟你講說禮拜一一定不會放亮 好像沒有對不對 經過禮拜六禮拜天 投資朋友會看到很多的新聞媒體報紙 一直跟你講 台北股市創下了幾個月的高點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大力光電營收又公布出來 哇又到了45億 又回復到這個快速度的成長對不對 又看到這些新聞 那自然我相信最後還是會感動大家 因為大家一直認為台灣的GDP不好 所以台灣股票應該是5000點 其實現在目前漲的國家 漲的指數哪一個國家的GDP 會好到讓你感動 你說美國GDP有好到讓你覺得 很不能接受嗎 它好不到哪裡去啊 那你說你說你說其他的國家 這些漲在漲的這些國家 連巴西巴西的指數你知道五萬八千點 巴西那個不曉得什麼國家 人家都不敢去的 不得不要去比賽才跑去那邊的 都跑到五萬八千點 剛去的不知道在去什麼意思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跟各位講就是 這個是一個資金行情 這是熱錢 熱錢它沒有理性的 那你說老師熱錢哪時候會撤退 撤退我 我已經答應你撤退我再跟你講 那如果沒有撤退你一直想 一個月以前我也是這樣講 兩個月以前也是這樣講 一直之前小英當選 登基大典開始到現在 我也是這樣講 我講到小英 我就一直暗示 我說一直奇怪 我就 我就小英在520不是講說 百日有感嗎 我就一直記住這句話 我就一直分析這句話的什麼意思 百日有感 百日有感是什麼意思 一百天內要有感覺 一百天內要有感覺 這是一個答案 對 那是指政策 比如說它的大政策 國家政策對不對 至少人民要有感覺 對 但是到現在我是還沒有感覺 但是我是把它 因為我是做股票 我把它解讀為股票 百日有感就是說 這一百天以內 它登記大典一百天以內 每一天都有感覺 一百天以內都有感覺 所以它每天都要漲 漲不停 你不覺得很有蹊跷嗎 對 我現在不是講政治嘛對不對 你不覺得從它開始 當總統那一天開始 有哪一天讓你跌過 你不覺得很奇怪 那時候八千點而已 一百天夠了 那時候八零零三 不是 但是520到現在還沒有一百天 聽說 一百天 對 這個一百天如果加進去 算交易日的話 那可能要到 九月底十月了 那如果算那個 禮拜六禮拜天有算進去 應該是要到八月底九月 嗯 那這樣我在暗示什麼 我可能在暗示說這個股票市場 可能會擋不住 而且現在我們要快馬加鞭 我現在呼籲投資朋友就是說 因為很多投資朋友 因為很保守 在這一波裡面可能 你也不可能說 一定是跟外資去買台積電啊 或者是大力光 這種等等 這種全值股 因為他們都買這個嘛 買這個全值股嘛 我之前常在講 可是投資朋友手上握有的股票 或者是有些股票真的是 可能還沒漲 可能還沒有漲 我沒有騙你們 其實你們都有感覺 所以還沒有漲的股票 誰在下禮拜 或是未來的時間裡面可以竄出來 其實股票它是輪動 資金輪動 它不會永遠都漲那一檔股票 對不對 它不會永遠漲那個族群 或是那個股票 所以你要快馬加鞭 要快馬加鞭 也就是你要比別人更能力 來迎頭趕上 快馬加鞭 反正今天就臉下我有點奇怪 所以我問你 你知道在賽馬的時候 為什麼通常 你的馬 動物都有公的跟母的嘛 對不對 那你知道在賽馬的時候 為什麼一般在壓住的時候 都壓公馬 比較少人壓母馬 在賽馬的時候 為什麼公馬都跑得比較快 你有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 就一般人會覺得 公的力氣比較大 不見得 不一定啊 像小胃就很強壯啊 小胃175公分 那個體重90 對不對 很會用的 小胃連濕啊 那一般來講公的 都要壓公的比較會跑 嗯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 其實他們是這個跟台 這個跟成語有關係 嗯 因為快馬 要加鞭 公的比較會跑 有鞭的比較會跑 這個18歲不要聽了 好 我現在跟你講就是說 你看 現在目前盤勢漲上來 我現在要跟你答案就是說 你不要在乎短線 今天漲 今天跌 今天漲 因為你這個力量 現在是一個 風的力量 趨勢的力量 是往上在走 已經突破了平台 你現在關心的是說 啊老師 價過了 可是量沒有過 沒有關係 真的沒有關係 今天的高價 今天的價格的高點 9100 已經過了平台整理高點 今天的收盤價 尤其是收盤價 它也是 一個平台的最高點 即便收盤價也收得不錯 對不對 也收得不錯 那唯一缺的就是 成價量讓你不是很滿意 但是至少今天有800多以上 也比昨天多 比前天多 那如果你上櫃的OTC 我們業內跟內資 或者是我們一般的 使戶在做的 OTC指數 欸 它沒有量價倍率 對不對 OTC它是量 量漲價漲 OTC啊 對不對 而且這一組啊 還沒有過133.6 133.6 那個波電高點 是前波了8871點的高點 OTC它到目前為止 它還沒有過了8871的相對高點 所以 上櫃的指數裡面的內容啊 我想應該是 也是快馬加鞭的一個族群 所以投資朋友 你現在有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要做多 你勇敢去做多 那只是做多要買什麼股票 我可以跟你講 包含啊 連那個可乘啊 像這種股票27這種可乘 這種這種 連這種漲子 漲得這麼難看的可乘 我都認為啊 下禮拜都會漲 我沒有騙你真的 它 它不會下市吧 對不對 我是感覺啦 因為我不是推薦你要去買這個東西 因為我喜歡買強勢股 我說連這種東西 連這種都可能我看起來都 因為大盤在保護之下 它已經變不得不了 嗯 好不好 那今天啊禮拜五啦 我想聽說啊 這個父親節快到了啦 嗯 那我今天也是出了一個善意啦 我想講那麼多廢話啊 不如一個行動啊 好 年度第一對啦 我們要最強的 四五八只要四五八啦 我們今天就啊 父親節嘛 大家 意思意思啊 我們這個尾數去掉 這個再去掉 這兩個尾數去掉 我們就先今天拿包 要把握機會 我們把身交還給主播 謝謝 好 我們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資訊息 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 服務至上掌握趨勢 先買再賣 先賣再賣 多方空方 皆是盈方 萬通國際 為您把關 創造財富 遠離風險 萬通國際 唯一首選 服務專線 零二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嚇中風 火愛通 火爐不通 就是火爐 火苦 風氣 火愛通 幫你穿火油 通火爐 溫點 HIT UP 讓我們健康 萬事通 風氣 火愛通 哈囉 一口書 清新打開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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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當勞全新一口咬麥麥雞 鮮美多汁雞肉 加上番茄醬 好吃又好玩 全新快樂兒童餐 讓你一口就愛上 買快樂兒童餐 免費送馬力哦 人 每天會冒出七萬個想法 別讓靈感稍縱即逝 全新一代旗艦 Samsung Galaxy Note 7 8月5號限量預購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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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今天台北股市已经过了前波的高点 那么后续行情应该如果看待还有操作 再请教丁查老师 好的 你 同志们啊 我现在已经 不要说我帮你们洗脑 我已经讲了这么久了 我要告诉你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有这个能力 以后如果要崩盘要大跌的时候 我一定第一个知道 我会告诉你 我一定会跟你讲 你是跟我的学员 你当然会第一个知道 如果你不是 你在节目里面 我一定会讲 但是现在很显然是多头 对不对 那是多头你要告诉你自己 我要勇敢做多 而且你要快马加鞭 对不对 你一定要记起来是多头 多头就不要怕说震荡 就勇敢进场 那买什么股票 我想 我等一下会讲几张股票 让你做一个参考 是这样子 我这个不晓得从哪里找出来 以前常用 最佳萌达商 你第一个月 你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叫做突破 叫改变 比如说你现在不想去改变你自己 很多事情你不愿意做 就是你不愿意改变你现状 那如果你第二个月 如果你做不敢做的事情 你以前都不敢做 不够勇敢 当你敢做的时候 就要突破了 要跨出来 那你接下来什么事情都做了以后 你就跟杨戴刚一样 最佳萌达商 你一定要有个开始 对不对 一个开始 那我再讲一遍 年度第一队 只要四五八 那今天 今天礼拜五 看到节目的通通都有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 父亲 父亲也快到了 我想投资朋友 我们也回馈一下 那四五八 这后面这两个数字就不要 就四零零 这听起来就 那这四零零什么意思 如果说我听不听不 你不能卡电话 你每次我说 我说我给你发钱 你了解不 有时候我都很急 你都不急 实在是投资朋友 你不要紧张崩盘 崩盘我定超百分之一万 答应你 我一定会带你放空的 现在不是崩盘 现在要做多 你看那些股票的神盾 我前天讲神盾 你看今天神盾 你又不想跌 六四六二 你跟我做几趟 神盾六四六二 我举个例子给你看 一档股票它就上上下下下下上上 它不会每天都涨 不会每天都跌 它一定会这样子的 在讲到这个 我之前跟 我刚才跟雪姨讲说 三上二四的双红 之前也是一样 飙到九十一块 然后摔到五十几块 那现在又到九十六块 同样是双红 但是为什么它会这样放来放去 这就是股票 这股票我们就是要做价差 我们才贪有钱 现在做价差 你看神盾 一百一十六块半涨到一百八十五块 第一波 这个价差就七八十块 那第二次一二三涨到一七一点五 我每一波都有做到 这个价差又是四五十块 那最近那一四三涨到一八四 还有一七零点五涨到二二九 这个价差都是四五十块 价差都四五万 你现在跌下来量收以后 下礼拜不是要买点 对不对 我随便几个例子 还有三零八一之前 不是什么说公布什么不太好 已经说不太好 从四百零六除前期之前 一直飙飙到五百多块 那时候你把卖到四百零六块 不是很可惜吗 那个联雅光 它不是都有上上下下 难道联雅光天天都在涨吗 没有啊 包含大力光电也是一样啊 之前三千七掉到一千七百九 其实一千七百九又跑到两千八百多 回撤以后两千一百多又跑到三千两百多 现在又开始两千七百多又跑到三千三千六 外资还说四千里四千五 一万一万块的人发出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跟你说 割票本来是用差的 不是用主的 你当这个割票是什么 割票没理性 用钱在算的啦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我们一样 基本上我们要了解 基本上我们一定要很强 但是事实上在操作是技术变 难道不是这样 我有时候替你很紧张 我刚刚不是讲那个可诚吗 可诚也是晃来晃去啊 这一波 你看前一波也是217党 涨到25.5 那这一波收就下来 我刚刚不是讲过 如果你有这个 我也千里不要卖了 我不是看好他 不看好他的问题 我只是说大盘好起来 他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那下礼拜就反弹了 我只是跟你说真的 还有像那个1476如虹 他还不是一样 之前500多块 不是摔到200多块 那现在不是要跑到300多块 不是说上上下下 难道这些股票 我刚刚练到的股票 都不是机油股吗 机油股也会跑来跑去 投资朋友 你要真的要把握机会 我没有骗你 真的啦 我在跟你讲 我一直拿这个车子 给你看 不是说介绍这个车子有多好 这台没多少 2000多年了 254百年了 操作是一种比赛 比什么 比速度啦 比马力啦 比扬力啦 我们在做股票 时间都同样 我们当然要赚在顺风口 买最强的 那现在是什么 北风啊 这不是北风北 这顺风口是往 现在是要往前推进 往上推进 要飞均北上 刚开始 你要想想 今天如果所有股票 都跟台积电涨的一模一样 都涨这么多 跟大力光电涨这么多 我定超无话可说 我叫你就不要说 什么再来买股票 请问一下 1600档股票里面 有几档股票 能够像大力光电 像台积电涨这么多 很显然没有几档 大部分股票真的没涨 包含我刚刚讲的课程 根本连动都没动过 这个很好的机会 投资朋友 当大盘可以保护你的时候 你就要勇敢去做 做你不敢做的事情 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要改变 就要突破 好我再讲一次 今天礼拜五嘛 对不对 那听说 下礼拜一是父亲节啦 没错吧 那 大家都试试这么久啊 有时候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就突然间 会对你好一点 那对你好一点 今天对你最好了 年度第一队 四五八 这两个数字去掉 就400 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把声音叫完个主播 谢谢 好 这个礼拜呢 台北股市周线大涨了 超够白点了 向上掌握更多台股后续行情 下礼拜请收听超级大一家 感谢收看 我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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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礼拜